今天我们等于是在研究一个专题 就是瀑布要怎么去表现 所以我们今天在上课的时候 我们就意想地画了四湖的瀑布 那么这四湖的瀑布 其实方法是一样的 但是构图不一样 那么这里就是给同学一个参考 就是说你这个方法 你自己其实可以去构图 而且反而一次多画几张 你这样对这个瀑布的 水的表现发生得比较厚实 那我们这一湖等于是一层两层 三层四层的一个层次的空间 然后又加上这一层 那这个人今天特别有 我们大的石榴寡的拍笔 其实在颜色默色 我刚刚特别跟同学分享说 你跟后面空间给它拉出来 边的地方一定要加重 你边不重的话 它后面的空间感会拉不出来 造成一个比较清楚 不一定是黑 比较清楚的空间把它拉出去 等于你看又多了一个层次 可能这第一层 这个第二层 第三 第四 第五 把那个层次推出去 我今天跟同学分享的一个概念是 我们传统的中国话 都是在线条上面下很大的功夫 我不是说线条不要下功夫 而是说啊 先把空间感把干丝把它找出来 你说这个地方是干丝 这个地方是丝笔 它丝笔那个朦胧的感觉 那空间感就很容易把它拉出去 这个的想法 这个的想法都是同样的 那你看这张画 它除了保留留白这个顾目之外的话 在这个石壁上面 我们刚刚也是有大的海笔 笔画下来 然后 你们注意到我在画的时候 我把颜色陌生调在一起 然后我几乎是不改的 那一笔下来是什么样的笔触 就是把笔触的趣味性把它倒入下来 我觉得我们做国画的毛笔的笔触 是非常精彩的 这一步是很值得去倒流了 所以我们就把 用册封 把有些地方留白 然后把石壁的感觉把它再表现出来 这个也是同样的情况 那这个我在画的时候 特别就是有跟同学在分享这个时候 比较演的地方 比较朦朦朦的地方 其实它也可以大诗的时候 隐隐隐隐隐 看到很眼很眼的树 所以这是好几层的瀑布 这个就是诗笔 这一章是我们做过画的 那当然后面的概念跟前面是一样的 但是我们用这一块石头出现 旁边加一个房子 然后我们也试着用大的排比 这个比较全圈的那个气氛 一笔下去以后 后来再来收拾 那水 水 在文化里面 其实困难度是比较高的 那我们如何去克服 我再提醒同学一下 就是刚开始 墨是要淡 要湿 走比较快 然后第二层 比较重的墨 然后第三层 用很清楚的墨 就把这个形式结构把它画出来 但是前前后后都记到一个重点 走比较快 走比不快的话 那个动态 动感就没有办法出来 今天我们跟大学分享 普普的工程 里面 音量 冬至少 过来 还是 适量 要 老田 地区